其實那件事是因為發展商的要求 因為是在介紹一個豪宅 也是一個豪華的大浴缸 就是想穿個浴袍在浴缸拍攝 那時候很多很難聽的話我也聽過 而你知道網民的威力是這麼大的 他們說話不用負責 顏值再進化 挺開心的 我覺得微調可以是大家都會做的事 最重要的效果出來是好 如果大家都覺得是好 顏值再進化就是好 就是好事 陳善廷最近參加中年好聲音而人氣急聲 但亦令網民想起他一宗負面新聞 事緣在2022年的時候 當時他擔任地產經紀 當時他應公司的要求穿浴巾 坐在浴缸拍攝樓盤廣告 片段出家後隨即被網民瘋狂攻擊 這件事對他來說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那件事就是因為發展商的要求 因為是介紹一個豪宅 也是一個豪華的大浴缸 就是想穿浴袍在浴缸拍攝 但其實那裡只有三秒 我沒有想過這麼大的迴響 還有外國很多流盤的影片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也沒有想過這麼大的迴響 所以還有這個發展商的要求 我真的覺得自己都是做發展商要求的事情 還有我裏面又打底 其實都是生了一條肉巾去拍攝 可能大家就會覺得 因為可能沒有人這樣做過 所以可能大家就會覺得我會比較出位 但其實我也是應發展商的要求去拍攝這件事 我自己又沒有什麼 真的求出位的事情 沒有的 如果知道是這麼大件事 我當時就不拍攝 那為什麼是我的錯呢 我是在幫公司做事 我也是在幫發展商做事 那為什麼把所有的事情 全部都是責任推在我身上呢 為什麼所有不好的事情 都是指向我那裡呢 而這些事情 是那時候很多很難聽的話 我也聽過 而你知道網民的威力是這麼大的 他們說話不用負責的 可以說到 什麼難聽的話都出來了 也有不開心了很久的一段時間 我不開心是因為我幫公司做事 幫發展商做事 為什麼大家的所有錯在我身上 以及影響我家 就是想要離開這行 不做事 我會有很多這些不開心的事情 但是之後 再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就沒有了 沒有來了 也好啊 大家都記得 都有話要說 陳善廷 我不是就是拍肉筋片那個 都有話要說 除了肉缸事件 陳善廷也都被人質疑過整容 一直以來唱歌之路不平淡 年輕為了做歌手 搞到沒有錢被家用 不過現在已經有穩定的積蓄 可以重新去追夢了 顏值再進化 OK 挺開心啊 我覺得 還有因為 我只可以說 化妝師的功勞是非常之大 是的 我們TVB的化妝師是化得很美 所以是一集比一集美 我自己也覺得是 如果你說去到整容 怎樣叫整容 我覺得是開刀 做大手術 這些才叫整容 我覺得如果 譬如你做一般的護膚 其實你現在可能是 我不知道 可能你打一下蘋果機 我覺得是很普遍的事情 我覺得微調其實 可以是大家都會做的事情 你只不過是想 最重要的效果出來漂亮和好 如果大家都覺得是漂亮的 顏值再進化了 那就是好 那就是好事 所以是OK的 我會覺得 我是Laser 打一下斑 或者是水光針 那些 這些都是 大家女性都很普遍 我覺得微調去到這些 我OK 其實去年我也有報 不過可能沒有通知到 所以 還有因為自己喜歡唱歌 還沒有想過 十年後有一個 給中年 即是我們的界面 去參加一個節目show 我又覺得 又可以繼續追夢呢 因為十年前自己也是歌手 都是因為跟公司有問題 所以令到我沒有再 目前演出 所以我覺得好像十年 我覺得人生有多少十年 十年前自己可以 在幕前去做演出 十年後 就是有一個機會 所以我很想把握這個機會 繼續去追夢和唱歌 其實當時是因為跟公司有很多問題出現 所以令到 沒有得再繼續 那時候沒有得轉 對 都沒有得轉 所以 其實當時自己也有抑鬱症 是因為 因為 自己的心 還未平伏 而且 上一秒 是在演出 工作 下一秒 好像 什麼都沒有得做 好像 破滅了所有事情 所以 其實自己是 蓋不到 也要有一段時間 才可以 起身 每天在家 什麼人都不想見 那又沒有 因為 只是在家裡哭 那變成 真的是家人的支持 第一份工作 其實我以前是在 Lounge那裡唱歌 我也是那時候被發掘 你也可以說 是第一份工作 唱歌 當然這十年 都有做過很多不同的工作 譬如金融業 現在就是物業代理 之前也有自己的production公司 所以也有接觸過很多不同的行業 我儘量都不會讓媽媽知道 正所謂報喜不報憂 我覺得 其實媽媽已經很support我 已經沒有問我羅家用 是的 但是 我也不想去問她 就是 告訴她我有多不行 是不是 也不會叫媽媽給我錢 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媽媽已經support了我 我不可以令她再負擔 所以我不會問她 關於錢那方面的事情 我只是告訴她 我覺得很好 公司有出錢給我的 我可以搞定自己 我只是這樣告訴她 我就不會告訴她 其實我不行的 這樣 我們參加這個比賽 因為很多初期的時候 無論是衣服 或者是 衣服 或者出去 去進修我學習 都是自己的 現在很幸運 去到現在這個status 我們可以穿公司衣服 但之前就是自己去搞定自己 葉惠庭就是當年出道的時間 公司和我改的 我本身是姓陳的 所以整個名字都改了 其實可能是那時候開始 因為 不多不少都會有些關係 我知道這一行和風水 所以那時候我沒有 公司決定改 之後現在自己 因為之前是工作的關係 也改了一次 就是現在的陳善廷 其實原來我發覺改了之後 好像沒什麼特別 好像沒什麼特別 所以原來是 我不知道 可能是我找得不好 所以我覺得 改完這個名字 好像沒什麼特別的 變動 不是的 我覺得是OK的 就是現在 參加了中年老星任2